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肖战、王一博广告宠儿鹿死水手。 男神代言数量TOP7,王鹤地牌第4。 陆聚男神代言数量排行榜揭晓,龚俊、王俊凯、谭剑刺、易阳千玺、王鹤地、范城城上榜、肖战、王一博以24至代言领跑。 男神们凭借出色演技和带获利成为品牌宠儿,展现出不同风采和魅力。 大家心目中最爱的陆聚男神是谁呢? 要成为独霸一方的顶级明星,除了戏剧作品和演技实力必须出色,带获利也要够深厚,才能成为个大品牌宠爱的人气宠儿。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陆聚男神代言数量排行榜,看看大家心中的偶像是否上榜了吧。 陆聚男神代言数量排行榜第七名,龚俊、王俊凯。 龚俊、王俊凯过去曾经为了一件紫色毛衣引发撞山事件,如今两人在近期不约儿童获得13只代言。 身高186公分的龚俊凭着高大帅气的身形,获得意大利品牌Togan全球代言人头衔。 宇洋密搭档的新剧《狐妖小红娘月红》片即将开播,想必戏一上档就会带来更多人气。 TFBOYS队长王俊凯在诸多代言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则为DNG亚太区品牌大使,他也因此被封为DG小王子,还曾经以此身份参加三次米兰时装秀呢? 录据男神代言数量排行榜第五名,谭剑刺,一阳千玺。 以军师联盟长相思很想很想你,受到观众喜爱的男星谭剑刺,去年获得Michael KORSMK青睐,成为品牌大中华区代言人。 今年二月在背后跟相中,出任最新品牌代言人,在一系列质感写真中,展现清爽又帅气的风采。 Emporio Armani全球形象代言人,易阳千玺也是今年春季人气,炙手可热的新生代男神。 他在春季下形象大片自信表现超龄的成熟魅力,与谭剑刺双双凭着一十四致代言,并兼陆剧男神代言数量排行榜第五名。 陆剧男神代言数量排行榜第四名,王鹤蒂。 新生代录剧男神中的炎霸王贺蒂,在2020年苍蓝爵爆红后就官宣成为LV品牌大使,这些年在时尚圈活跃的程度简直令人羡慕。 B-O-L-O-N墨镜,娇蓝香水,百事可乐,高露节牙膏,雅诗蓝带保养品,S-A-B-N身体墨沙膏,尊上大人代言的数量多到令人难以想象,林林总总共有一十七只代言。 陆剧男神代言数量排行榜第三名,范成成。 顶着范冰冰弟弟光环,出道的范成成,近年来在戏剧,主持,和歌唱表现都很亮眼,青春白晶的偶像形象让她成为许多少女们的梦中情人。 她也曾是Tommy Hilfiger品牌代言人,P-R-O-Y全球彩妆代言人,雅样品牌代言人,今年三月再正式成为季范西美妆品牌代言人。 瞧瞧范成成这白皙透亮,完美到零瑕疵的肤质,根本不给女明星活路呀。 陆剧男神代言数量排行榜第一名,肖战,王一博。 以陈情令双双爆红的肖战,王一博,经常被外界拿来做比较,两人都是男团出身,凑在一起也超有CP感。 在本次陆剧男神代言数量排行榜,都以24致代言,傲视其他男星。 肖战不仅是T.O的首位全球代言人,也连续四年稳坐Gucci全球代言人,同时也是Boucherun,Zenice全球品牌大使,带获利超级惊人。 另一位中国娱乐圈的顶,刘南星王一博。 王一博的名字,在现代娱乐圈的天平上,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 他不仅是舞蹈界才子,还身兼演员与赛车手等多重身份,以独到的彩,吸引着一大批年轻粉丝的目光。 则是从2021年就以最年轻明星身份成为Chanel品牌大使,最知名的时尚战绩就是将小箱外套穿出属于自己的韵味。 同时,他也是Lacos全球代言人,以及潮牌EVISU连续四年代言人,王一博的人气,魅力指数和吸金功力一点也不输给肖战。 近日,随着他成为妙可兰多的最新品牌大使,这位闪耀的青春偶像再次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。 明星和品牌的携手,往往可以点燃新颖而亮眼的火花,对于众多粉丝来说,这不仅仅是一种商业合作,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共鸣。 王一博所展现出来的纯净与阳光的公众形象,恰如其分地契合了妙可兰多倡导的健康、快乐的品牌宗旨。 通过他的代言,妙可兰多成功将品牌推向了更为青春与时尚的境界,显著缩减了与消费者之间的鸿沟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